观影不自赏,好电影需同享,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品电影 故事要从日本战国时期说起 一位骁勇善战的将军辛三郎即将奔赴战场 他此行也是向自己深爱的女子阿璐此行 辛三郎知道前线战场激烈,或许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心爱的女人了 在临别前,辛三郎许下承诺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一定娶你为妻 但是战争是残酷的,辛三郎最终战死沙场 在辛三郎的坟前,阿璐因为悲伤过度而死去 春去东来,转眼间过了250年 转世的辛三郎在糕点店里当学徒 他为人忠厚老实,但是干活磨磨叽机,不够利索 经常遭到其他人的嫌弃,只能干些打扫卫生的杂事 这天,倒三来到糕点店,想要买些最新的糕点尝尝 可是一听老板说,一盒就要20文钱 倒三顿时就觉得有点贵 但是这倒三又有点嘴馋 正在犹豫之际,女儿小叶走了进来 倒三连忙辩解道,自己只是听说这位老板的脸超大 所以特地过来看看 望着智障大叔购买了一盒糕点 小叶的肚子不禁咕咕的叫了一声 顿时三个人都觉得非常尴尬 便匆匆的走出了糕点店 可是倒霉催的倒三还没有走出两步 就被新三郎的一盆脏水泼到了身上 新三郎联盟不断的鞠躬道歉 倒三见新三郎的态度很诚恳 便打算原谅他这一次 可是随行的盛态却不依不饶 非要计较 在一旁的智障大叔见几人争论不休 便出面排解 把自己买的糕点送给倒三 说到糕点的倒三回赠了一张符咒给智障大叔 倒三三人走后 店老板原本还要还智障大叔一盒糕点 但是智障说不需要 他只要新三郎帮他一个忙就好 原来他看新三郎人很老实 希望他过去陪伴一位自小体弱多病的病患阿璐姑娘 新三郎和阿璐初次见面都非常拘谨 但是两个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 原来他俩就是战国时期的那对情侣 随着话题深入 两人越聊越投机 新三郎得知阿璐最喜欢吃糕点后 开始苦心钻研糕点制作 多次尝试之后 终于制作出了既好看又美味的糕点 阿璐看着如花朵般的糕点也非常喜欢 并在新三郎的请求之下 给这个糕点取名为春雪 而新三郎之所以将春雪做成牡丹花的形状 是因为他每一次看到阿璐姑娘的脸 就不禁地联想到了牡丹花 而恰好牡丹花也是阿璐最喜欢的花 一来二去的吧 新三郎和阿璐的接触越来越多 两个人的情感日益深厚 直到那一天阿璐的父亲来了 他首先感谢智障大叔治好了女儿的病 也感谢了新三郎的帮忙 他说终于有机会看到阿璐披上嫁衣了 阿璐和新三郎两人听着之后也暗自开心 以为阿璐的父亲赞同他俩在一起 不料阿璐的父亲却要把他许配给花房屋 和服批发商的继承人 新三郎听到之后心灰一郎 自己仅仅是一个糕点学徒 又怎能和江户城里最有名的和服批发商相比呢 事后阿璐父亲还给了新三郎一笔钱 让新三郎以后不要再找阿璐了 备受侮辱的新三郎愤而离开了江户城 四个月之后 新三郎在另一家糕点店里做了糕点师傅 主打产品就是春雪 老板见新三郎闷闷不乐 直到他又想到前女友了 便劝他天涯何处无芳草 但是新三郎的神情并没有轻松 很显然他并没有忘记那段感情 这天夜里 新三郎终于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阿璐 阿璐看到新三郎之后便扑倒在他怀中 但是新三郎却推开了他 因为新三郎知晓他已经是有夫之妇了 阿璐觉得很奇怪 原来他拒绝了父亲安排的婚事 他认为能和新三郎在一起 才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新三郎听了之后非常感动 是女时趣的提前离开 留给新三郎和阿璐独处的空间 天亮之前他再来接阿璐回去 就这样阿璐每天夜里都会和新三郎优惠 就这样过了七天之后 新三郎又回到了江户城 找到了智障大叔 希望智障大叔能够帮助他提亲 可是智障大叔得知新三郎提亲的对象 是阿璐姑娘时却神情大变 原来阿璐姑娘早在三个月前就去世了 他见新三郎这副垂死模样 还以为新三郎在得知阿璐死讯后 才变得如此憔悴 可是新三郎根本就不相信智障大叔所言 认为他根本是在欺骗自己 事后智障大叔连夜找到道三帮忙 两个人透过窗户 看到新三郎的缠面对象竟是一具骷髅 两人吓得不轻扭头就跑 数日智障大叔带着新三郎来到阿璐的坟前 直到这时 新三郎都不愿意相信自己深爱的阿璐姑娘已经死去 道三没有过多劝说 只是拿了一副镜子 看着如同活死人般的自己 新三郎终于相信了 晚上 道三在新三郎家里布置了一个结界 并且叮嘱新三郎 绝对不能离开这个结界 就算和阿璐姑娘有什么话对你说 你也绝对不要回答 否则新三郎将性命不保 很快 阿璐就带着和他一起死去的侍女 来到了新三郎的住所外面 因为姐姐的保护 阿璐根本进不来 便在屋外不断地呼喊新三郎 新三郎为了活下去 只能用双手捂住耳朵 听着爱人的呼喊声 新三郎的内心也非常痛苦 接着 阿璐又开始复述两人之间的海誓山盟 新三郎情不自禁地想要起身开门时 智障大叔连忙一把将其抱住 并且大喊道 人鬼殊途 你们根本无法在人间结为夫妻 没想到这张大叔的话 就让阿璐和新三郎回忆起了上辈子的姻缘 道三感到大事不妙 好言劝道 如果你继续和他相见的话 就算你无意害他 他也会被你带到黄泉去 因为你已经死了 阿璐还是不敢相信自己已死 回头一看却发现 侍女已经变成了一具骷髅 直到这一刻阿璐终于醒悟 自己早已死去 听到阿璐的尖叫声后 新三郎挣脱了束缚 跑到屋外 此时阿璐却大喊别过来 他不愿意带着新三郎一起上路 这辈子能再次和新三郎相遇 阿璐感觉真的好高兴 他让新三郎好好的活下去 带着他的那份一起活下去 最终阿璐在新三郎的怀中化作一具骷髅 但是他们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到2003年 阿璐和新三郎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 再次相见了 这则故事选自怪诞百物语中的第六个故事 牡丹花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全集观看哦 好了 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哦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哦 谢谢观看